心仪的对象没来自家后院又起火 这就是达拉斯小牛对目前所处的困境 在追逐那时没有成功之后 现在老将基德又气他们而去 一天前基德还说 他要在小牛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 可以转眼这世界就变了 已经39岁的基德 目前已经与尼克斯达成口头协议 他要去纽约打球了 尽管尼克斯并没有透露具体的报价 不过有消息说 基德的薪金与小牛原来的报价类似 大约是三年900万美元 根据劳资协议规定 双方要在12号以后才可以签约 基德就这么不留情面地走了 小牛可不会这么干等着 为了弥补一号位的空缺 他们瞄上了刚和胡人说分手的赛深思 身高1米91的赛深思 是在上赛季交易截止日来到胡人的 他出战了23场场规赛 场均得到12.7分 6.24助攻 3.8个篮板 能否顺理签约 还要看双方在今天的谈判 劍